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兴的国际机场 对面是停车楼 P1、P2停车楼 从那边停好车或者是坐出租车 在这下车就可以到航站楼里 我现在是在二层 二层是国内到达的 这个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 航站楼的面积是78万平米 是2019年通航的 来这个大兴国际机场 可以坐地铁十几分钟就到 也可以坐火车 还可以坐大巴 非常的方便 这里距北京市中心50公里左右 我们现在到了三层了 三层是国内直击 国内案件的地方 这是三层登基的地方 看我儿子在前头了 一共是四层 一会咱们再去四层看一看 原来还有武警 站岗了 鸡场呢 您看看人也不是很多 这个鸡场非常的漂亮 有八颗这样的大主意 整体像一个大台 那种 我们现在上四层去看看 这个鸡场感觉像是一个大商场 里边什么都有卖的 你看看这个大兴国际机场啊 真的是很漂亮 这个是四层啊 四层是国内案件和国际啊 还有港澳台动机的地方 看一下他这儿的信息啊 我现在是在四层 四层是国内出发 国际出发 港澳台出发 三层是国内案件 国航国内出发 中联 中联航国内出发的 二层是国内到达的地方 一层是国际到达 港澳台到达 第一是轨道交通 这个机场呢 感觉像一个大商场 里边还非常高 从P1和P2停车楼呀 都能直接通过这个连廊 到达这个航站楼 这也是四层的一层啊 大新国际机场呢 太大了 它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嘛 非常的大 整体啊 也非常的漂亮 按照登机指示牌 去自己需要登机的地方就可以 在这里边转了一圈呀 感觉这个游客呀 非常的少 没有什么太多的人 还有在这儿拍照的啊 人不是很多啊 因为口罩原因嘛 大家都不敢到处乱走 去玩的呀 或者是来咱们这儿玩的呀 人都不多 这还有一个北京农人堂 你看看 特别的大啊 真的像商场一样 你看 这有一个图 这个大新国际机场呢 真的像一个大海星一样 你看一下 图看了 很直观啊 四层 四层 港澳台国际出发 国际港澳台出发 上边还有一层 现在去五层 再上就是五层了是吗 这儿有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 这是四层的上边啊 这算是一个夹层吧 一层是国际到达和港澳台到达的地方 再往下是B1 B1 B1有地铁有火车 还有一个长时间停车的地方 B1 坐 可以坐地铁 坐地铁可以到达 草桥啊 然后 那个坐火车的话 可以到达北京西 大新国际机场呢 太大了 所以这一个视频啊 没办法给大家全都看完 那每一层呢 都给大家拍了一段 大家来了之后呀 看着自己的那个登机指示牌 去登机就可以 去登机好就可以了 可以坐地铁啊 大新专线 可以到草桥 出租车 省计巴士 室内巴士 网约车都有啊 这有这样的一个叫 客税 可以 体验这个太空舱 我们刚才进去参观了一下 体验就别体验了 65一小时 这个大新国际机场啊 太大了 没有办法一个视频啊 给大家拍的很全 所以每一层啊 都给大家拍了一段 大家来这儿的话啊 按着自己的那个登机指示牌 去登机口就可以了 说实话呀 我呀 因为恐高 还没坐过飞机呢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 因为恐高 没敢坐过飞机的呀 真是没有坐过飞机 大家别笑话我啊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咱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观看